如果說到一六二十四年對台灣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時間 當年有富蘭人對台南集法建立列人家寫 後來四百年由歷史和政治的演變 再形成如今的面貌 現在有網路團隊發起新台灣書的運動 結合土文和亞英文創作 要提供九個書以外的台灣書構思 接著熟於台灣人的新台灣書 今年一月十三 前台灣的面貌 共同選出新的總統和副總統 還在送民主發展的立場比 那回國台灣過去 自一條六四年後來人登陸台灣以來 在四百年來今年過國外的重大變化 不過這些歷史並不是數位台灣人都了解 當前地緣政治的衝突底下 其實對於台灣的認識跟理解的需求開始拉高 但你會發現台灣似乎沒有一個 能夠對國外很好地介紹台灣的內容 如何拿回自己的話語圈 向國外介紹台灣 其實也是我覺得我們目前覺得的當務之急 無論是好人人登陸台灣 林先生說有誰受驚 他就是改嚴改嚴 這些都是台灣四百年來發展的幾項 台灣百家共事團隊發起新台灣書運動 建立以台灣書為實施的第十比例 政客導問養鹽町內容被提建制 跟國學書無關的台灣歷史 時時不能改變 可是視角可以多樣化 比如說我們從海洋的 從原住民的 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 製作一個新的線上版的台灣通史 進一步做教育的內容 我們也計劃要拍攝一部比較規模的紀錄片 台灣的歷史從教科書移到了線上 移到了載具 移到了每個人的生活 這件事情的穿透力跟普及性 它不是哪一個政策或哪一個比預算 就可以達到的事情 像台灣書運動有設國內華 這麼多台灣書學學者來參加 要收集變成這麼多各種角度的律師利用 團隊表現 若是一支順利 安勝在今年完成 望路初步的建立和情侯接的董事 希望在三年到五年的時間來 完成 望站 董事業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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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台灣書 打給台灣的面相 也打向國際 記者中華部讀